這樣可以打開來鏡頭帶到就好 開始了 好 哈囉各位粉絲團的朋友 大家下午午安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車款沒有特別 因為這台車我們做過好多次的直播 可是這台車的車主啊 哇 改裝的東西非常非常的豐富 而且今天要安裝的避震器呢更特別了 今天要安裝的是氣壓式的避震器 那氣壓式的避震器跟一般的避震器 最主要的差別除了帥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的差異 譬如說可以隨時降低車高 那也可以在進出一些地下室的時候呢 我們就一鍵像超跑一樣 一鍵把它提高之後 就可以過了越野的路況之後 再來把它按鍵按回復 就降下來帥氣的一個高度了 那今天要安裝的版本是沒有高度尺的 沒有高度尺的 所以這個版本它一樣是有記憶功能 可是它的記憶是靠氣體的壓力來做記憶 今天有看到經理的這頂帽子嗎 KT的特寫一下特寫一下 好 那今天的這個氣壓的版本 除了很特別之外 因為這個箱子啊 是車主自己去訂做的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要把它氣壓的呢 藏在這個裡面 氣壓的一個氣桶也好 或者是Pump也好 或者是電磁法 全部啊 所以這個等一下裝完畢之後 蓋起來呢 它就會像是原廠的一個置物箱一樣 所以還蠻特別 可是施工的時間也會稍微比較攏長一點點 因為本來啦 這台車我們有做過好幾套的 氣壓式的避震椅 通常這項氣桶還有Pump 我們會藏在備胎的位置 會藏在下方備胎的位置 可是這位車友的話 因為它有裝了很多的水噴射 或者是重低音的一個Amp 所以下方的話 空間已經被其他的改裝品佔掉了 所以今天會把這個東西啊 這些的一個周邊的零件 是放在後方 椅背的後方 所以這裡有黏扣袋 會直接砍進去它原廠的後背 所以這個是氣壓的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零配件 然後我們先來介紹前面 這裡還在施工啦 那我們來看這裡好了 燈給我好了 我來補燈 這裡本來的話 是有一些水噴的一個水箱 水箱還有一些重低音的零件 所以下方的話已經放不進去了 所以我們待會是會放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那這台車真的改了好多東西 排氣管也好 大包也好 還有煞車也好 還有高檔的輪胎鋁圈 哇真的改了好多 琳瑯瞞目 如果看到引擎室呢更可怕囉 我們先來介紹前面好了 這個是阿瑪的進氣系統 這個是 這台車如果沒記錯好像也是寫到 寫到2階 算2.5階的啦 只有差 渦輪沒有換而已 這個是廢油回收 還有這個是 這個大包是一整套的啦 這台車算是7.5代的GTI Performance 那煞車 煞車還有外觀 這個都是基本改嘛 那這一塊也是很特別的 這一塊好像也是carbon的 也是碳纖維的 所以這個車有 哇 改裝的東西真是琳瑯滿目 然後這一台的 煞車也有改裝了嘛 這一個是 這個就是氣壓式的避震器 那前方以GTI來說 都會比較建議啦 在改氣壓的時候啊 改裝的一個配件是選擇 魚眼上座 因為氣壓在升高跟降低時候 它前輪是個camber 是會改變的 所以魚眼上座的話 對上座的一個壽命 是比較有正面的幫助 所以這台車一樣 也是配置了 魚眼上座 那這台車的魚眼上座 在上方這邊 魚眼上座在這裡 這個一樣是軟硬可以調整的 只是它的高低調整是不一樣的 這個軟硬調整 一樣是在這個上座的內側 來做鼠泥的調整 從這個旋鈕就可以調整鼠泥 這個是魚眼上座 可是這個開口比較小 鏡頭不太有辦法帶到 但這台車是選魚眼上座沒有錯 好 那這裡有 有一個氣壓的管路 現在還沒打氣 所以還軟軟的 好 這裡有一個打氣 那氣壓的一個避震器主要 就是靠氣體壓力的多刮 來讓它的氣囊充氣與否 如果我們把氣體的壓力打得很薄 它的車高就很高 那如果全部氣卸掉之後 它的車身就非常的低壓 非常的帥氣 可是 在行駛的時候 不會把氣體打得最薄 也不會把氣體露到全低 趴在地上再開 因為 在設定的時候 其實它還是有一個設定的技巧在 譬如說 氣壓的避震器我們 譬如說這個是統身 它上下作動的行程 會設定在行程的二分之一處 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 所以這個中段的一個行程 才是會設定好避震器 在一般行駛的一個道路狀況 才會有Q度 有問題 那叫什麼是魚眼上座 什麼是魚眼上座 為什麼不是叫豬眼上座 是因為 它的前面 一般來說 像這款車的話 它前面其實 會有一個原廠型的上座 等我一下 你鏡頭不要移動 我去拿一個原廠的避震器 這個是原廠的避震器 原廠的話 其實它一樣有一個上座 像這個是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它原廠一樣有一個上座 但是改了KT之後 這個上座一樣會有 可是這個橡皮 橡皮的硬度會比較高 然後下方的話 也會有一個軸層 那這個上座 其實這裡面也有一個軸層 所以我們在轉動的時候 它是可以轉的 因為前面是賣花層 所以它是可以轉的 所以上座的形式 一共有分成三種 第一個是原廠上座 第二個是跟這個形式 很接近的強化上座 第三個就是魚眼上座 那像這一款車啊 它的仰角 是插入式的仰角 它的Camper 前輪的這個角度 完全沒辦法改變 所以只能藉由 這個魚眼上座 因為魚眼上座 它會挖一個溝槽 橢圓形的一個溝槽 讓它上座 能夠做角度的改變 所以那個就魚眼上座 那魚眼上座 除了能夠做前輪Camper的改變 來讓操控性變好之外 魚眼上座 也能夠在操控的時候 會更加的犀利 因為我們在操控的時候 它的力道是由輪胎 一直往上傳達上來 那橡皮的話 如果它比較軟的話 它的會比較舒適 可是它操控性比較不利 所以KT的強化上座 橡皮比較硬 就操控性比較好 但是換了魚眼上座之後 它是完全沒有橡皮的吸附 所以它對路感的回饋 就會更加直接 就好像是 如果有車友開過 小型賽車高卡的話 那個轉向就會變得很犀利 那改了魚眼上座之後 轉向自然就會變得比較犀利 但是魚眼上座聽起來都是好處 其實它也是有缺點 因為強化上座 它有橡皮的緩衝 所以它的壽命自然就比較長 可是魚眼上座 它少了橡皮的緩衝 它的統身作動的聲音傳遞率的話 會比較直接一點點 然後它的壽命當然也沒有辦法 像強化上座那麼的長 所以這個是魚眼上座 強化上座之間的差異 如果有問題 歡迎再立刻提出來 所以這個是原廠的上座 這個有彈簧 改成氣壓之後 最主要就是把這個彈簧 用氣囊去取代 所以軟液一樣可以調整 那高低的調整 就可以靠遙控器的方式 來讓它升降 那最後的話 我們影片當 因為現在還沒有安裝完畢 所以當安裝完畢之後 可能會再 如果有想要看它升降帥氣的樣子 我們小編日後再 在問雨打那裡 再補個影片上去好了 這是前面的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後面 這個煞車也改很大 後面的話煞車也可以帶一下 你的單椅 你的單椅 你的單椅下面 這是後方 後方的話 避震器的主結構 其實就一樣 上座的話 是一樣要沿用原廠的 那上座的下方 這個旋鈕 一樣是可以調整軟硬的 可是這個桶身 會變得比較粗的原因 其實有 是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譬如說一般的 我們這台車的道路版本 它的後方的桶身 跟原廠一樣都很細 但是改裝了 氣壓式避震器之後 在主擬的設定 這個是KT 比較值得驕傲的地方 因為KT本身就是 做一個避震器 避震器的一個系統 起身的 所以我們很清楚知道 氣壓的避震器 跟彈虹的避震器 它的主擬在匹配上 是有所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台灣有很多間的 做避震器的廠商 包含KT也是一樣 在我們OEM的時候 其實有幫很多很多間的 氣壓的避震器 來代工軸心的部分 可是氣囊它的作動 畢竟比彈虹還要來的軟一點點 所以我們會藉由筒針的可調 讓它的阻擬值 跟一般的彈虹是做不一樣的 譬如說像這樣的設定 它的下壓的 筒針下壓的力道 就會做得比彈虹還要來的 印大概25%左右 所以它的整體的乘坐感覺 才能夠兼備到舒適跟操控 也許有可能之前的車友 是有裝過氣壓避震器的 那在乘坐感覺上來說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達到操控跟舒適 但這個是KT的強項 所以如果車友們 對這樣的氣壓式的避震器 有所疑慮的話 覺得這樣的避震器 沒有辦法兼備舒適跟操控的話 那車友們可以來KT 來體驗來試乘看看 因為我們廠裡面也有 氣壓的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駕跟試乘 所以這個是KT 在筒針裡面製造 比較內行的一個地方 來跟車友們來做一個講解跟分享 那後方的一個筒針 在這裡 那旁邊這裡 這個就是氣囊了 氣囊在這裡 好 你要從下方 好 這個就是後方的氣囊 所以這個的氣囊結構 在上方的一個轉接座 跟下方的轉接座 都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所以這個是這台車所專用的 那後方的調教啊 跟彈簧一樣是有一個特殊的技巧 因為我們不能 一樣不能把筒針縮得太短 所以讓它這個作動的行程啊 在正常行駛的時候 這個作動的行程 能夠剛好坐落在二分之一的地方 所以這個是後方 調教 安裝氣壓避震器 一般來說沒什麼問題 可是在調教上 那就是一個要有專業技巧的地方 想要再看一下那個氣壓的方式 氣壓的Pump 好 來 這個是後方的部分 如果有任何問題 或者是想要看什麼東西 都可以聽聞 這個是Pump 這個是AirBift的 那我們也有另外的VIAR的 也有其他的一個品牌 所以這個是 氣壓的 其實它有很多的一個配件 是不同的 那這個是電磁法 它會控制 電路進來之後 會控制氣體的 會有四個回路 這裡有四個孔徑 待會的話 氣就是從這個地方 接出去一個氣囊的地方 你說馬來西亞有像什麼樣的分享就好了 哇馬來西亞 其實馬來西亞跟泰國 我們也有出貨到國外 還有俄羅斯有很多 但是 畢竟經理只會講中文 那馬來西亞的話 其實也有很多的行家跟店家 尤其 有做一些有比較高檔的車子 其實都有 可能 可能沒有在 沒有做這樣直播分享而已 但是 厲害的店家比比皆是呢 然後這個後方 在 待會的話 這裡 這樣會逆光嗎 還好 這個是 這個 這裡有一個電 這個電路啊 因為它的比較粗 這個主要的 用途是在 它需要從電瓶的正電 往下拉 拉到時候 待會因為 Pump在啟動的時候 它的耗電量其實也不小 所以需要從電瓶 直接拉一個正電 來這裡來做啟動 那這裡有一些的管路 這個管路就是 分別會傳到 左前 左後 還有這邊是有 右前 右後 所以一共會有四個管 那還有其實還有一個 附電 附電的話 就是我們在啟動 紅火之後的一個 可以感應的電路 那這個系統啊 其實也可以靠APP 也可以靠遙控器 也可以靠APP來控制 這個APP的話 再直接在APP上面 做搜尋就好了 那這裡有一個 這個是一個 有線的一個控制盒 有線的控制盒 它可以在這個地方 來設定啊 它有三組的車高記憶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設定側高 都是可以單獨控制的 那KT的話 其實我們有一個 對對 之前要講到保固書嘛 來我拿一個保固書好了 KT的每一組避震器啊 不論機器板 或者是道路板 或者是外掛單機品 我們都有一個保固書 那這個保固書 裡面有一個保固書 像這個保固卡 它有一個 123456 有一個6碼的數字啊 這個就是 KT的一個 避震器的身份證字號 每組的序號 都是獨一無二的 所以請 請車友們 在安裝完畢之後 把這個保固卡 把它保管好 因為這個保固卡 日後的話 如果要追溯產品的設定 或者是想要知道 產品是什麼時候出貨的 都可以從這個保固卡來追溯 所以這個保固卡 建議車友們 記得要把它保管好 那在氣壓的一個 車款上的話 如果車友們想要詢問 或者是想要詢駕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尤其是 KT就有氣壓的便器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所以如果車友們 有想要試乘的話 請不用客氣 請跟我們小編聯絡 還有問題嗎 OK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謝謝 掰掰 等一下再補帥氣的影片給大家